经济日报的投资理财周刊的版块分析 今天是推介给亚迪1211 简选原因是商务部上星期四 就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商务领域 速消费重点工作的通知 提出要加快推动汽车由购买管理 向使用管理转变 破除制约汽车购买使用的障碍 释放汽车的消费潜力 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 会与相关部门深入展开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消息有利新能源汽车后市的表现 中国8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首次超过30万架 再创历史新高达到321,000架 较7月份增长了1.8家 安年更加增长1.8倍 8月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 已经提升至17.8% 而今年8个月累计渗透率 已经提升至1.1%左右 当中比亚迪表现跑赢大市 8月份的销售有超过6万1千架 安年增长3倍 按月增长2.2% 比亚迪8月初列口上阳 高位见过295元后 整固资金 上星期触碰到区间底部后有反弹 收市报257.4 本蓝上星期五在254.2买入 博上300元 失手242元就要止舍 顾客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